vector x if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那天的事 你不是喝醉酒忘了嗎 喝醉 我什麼時候喝醉過醉 我的意思是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 月亮 怎么每次都这么及时 小七 谢谢你告诉我西宁的事 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 你们都 现在阿姨生病了 我如果还纠缠她 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她应该会很困扰 那你 我会重新追求西宁了 真的 我知道自己过去 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我已经和西田说过了 之后也会努力向西宁证明 好样的 只要你们是真心心 就一定能在一起 希望吧 放心 有我这个珠光在 绝对帮你这回西宁 谢谢你 跟我客气什么 那我就先回去了 西宁这边 还要麻烦你多照顾一下 小意思吧 虽然 虽然这一期活葬上很老头 但我怎么就这么爱看呢 嗯 她刚刚跟我说什么 还真 你又不能小心点吗 宋元契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好没事 刚刚叫我什么 送颜七啊 怎么 你不叫送颜七啊 送颜八 送颜九 刚刚在那儿没说我的话 是什么 我 我说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技术 而是跟你一样 是现实世界的技术 你 你这是个 技术老师 没错 你怎么证明 你想怎么证明 不是你在背后 骂我狗作者的吗 我的天 他怎么知道 我在背地里骂他狗作者 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听见了 你骗谁呢 你还 你超能力啊 试试 我喜欢你 我听见了 你听见什么 你说 我喜欢你 你 你别过来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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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爷这简直就是粉朵上耍大刀 吓死人的节奏 你 你你你第一次进来什么时候 餐厅的时候 餐厅这么早 那我岂不 技术该不会被我破傻了吧 你说什么 我说对不起 不是这句 纪总 我真的就是被爱情冲坏了头 我不想让你看其他人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喜欢你十年了 我知道 你是天上的名誉 我高顺不起 但是你要是把我留在身边 你会控制不住妄想 我发给你拒绝人的样子 巷子得狗送出来 那就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吧 好的 技术哥哥 小七 你离我远点 那 那 那个 我问你 你一多远都还听不到我心里声音 这我不 这我不太清楚 你 你不要靠近我啊 小七 小七 他们俩是在闯下吗 你才想 确实 李贝 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 那我问你 你在外面能听见吗 不能 小 调情 那我骂你狗坐着 你既然不生气 还忍这么久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生气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 所以你这么久不告诉我身份 你就是故意想看我笑话 是不是 一开始 我不告诉你 是想阻止你改变剧情 但是后来我每次想要告诉你的时候 总是会有人打断 而且我在现实世界已经告诉你了 只是你自己忘了 怎么可能 你要怎么才能相信 站住 按下这里 我 我冷静一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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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知道了之后会怎么做 这得分人吧 如果是男朋友的话 有利有弊 好处就是 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 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吵架了 坏处就是好家伙 这让他全都知道了 这不迟早要分手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了 你该不会是知道了什么 小七不能说的秘密 怎么可能 赶紧回去休息吧 记住 请问 有什么事吗 我有正式跟你说 说吧 接二连三的事务 绝对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从现在开始 你不准离开我的视线范围 你这也太霸道了点吗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现在很危险 我怎么觉得 你更危险啊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我至于会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吗 从现在开始 你去哪儿都要告诉我 我陪着你 陪我 那我吃饭睡觉 你都陪着 对 那 那我岂不是 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了 是命重要还是自由重要 都重要 现在 确实是 保住小命比较重要 黑衣人很有可能就是善行 善行 他为什么针对我 我才见他两次 该不会是 愿意零七妙针对我吧 不是 技术 针对是你 你是不是受我亲爱的 今天这么多次情怀 你为什么没有自信 还改变军情 你不要吧 告诉我为什么 和他有关系吗 军情可以改变 但你不可以改变的 我帮你恢复军情 让我和你 你盯着我做什么 因为我 因为你 所以害我 这逻辑好像不太对吧 他是不是脑回率有什么问题 明明是他陷害你 抄袭还抢你女朋友 这明明是应该你报复他才对 是前女友 行行行 前女友 这人真严谨 是因为你的出现 改变了我的情感 这也许 就是他针对你的理由 你 你说什么呢 因为 我出现你 我先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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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这这这我房间 我知道 嗯 时候不早了你 可以 你 你脸红是吗 全脸红了 你以太脸红 你全家都脸红 我要睡了你赶紧走 我知道了 你说我那什么你 开玩笑了对吧 不是 你 我 不不不可能 我 你要是能听见我说 那我骂你那么多次 你不可能 我不信你不会 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 我确实很生气 现在不生气了 你是受女狂吧 好 好了 不逗你玩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确保你的安全 还有想办法回去 嗯 嗯 那 时候不早了 我 我先回去了 你还有什么事儿 我慎重考虑过 为了你的安全 我还是得跟你待在一起 我觉得 我在家里带着请安全的 不一定 我们都是通过网站进来的 善行 还是网站的创建者 万一他有更高的权限 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呢 你该不会 想跟我住在一起吧 你也可以跟我住在一起 只要你不介意 有其他人在 嗯 我那是开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嗯 我觉得 我在这儿挺安全的 要不 有危险的话 我给你打电话 那如果他出现的时候 手上拿着刀 或者其他凶器 等我到的时候 你已经没命了 怎么办 不会吧 不排除这种可能 如果 你担心我对你有什么 非分之想的话 大可把这个心 放到肚子里 我是怕我对你有 分分之想 嗯 嗯 嗯 这是我的房子 我难道还不能进去吗 当然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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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